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 我们强调过 它是单独指定的 且这个指定是不可逆的 好我们先来看它的初始计量 按照公允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 作为初始入账的金额 为啥 因为我们在前头说了 除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 那剩下来的其他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 是不是涉及到交易费用 都要寄到初始入账金额当中 比如说我们采用跟前头一样的例子来举例 咱们还是支付了1050万 取得了一笔股权类的投资 我们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也就是咱们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告诉你 这笔款项当中包含了 以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50万 那再来又告诉你 我们为了取得这一笔股权类的投资 我们单独支付了2万的交易费用 那咱在前头是不是说过 只要不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者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那么这个交易费用应该寄到哪 应该寄到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金额之中 那再来咱们也知道 涉及到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所以这50万单列寄在应收鼓励里 而咱们剩下来的那1000万 以及还有一个谁 2万块钱的交易费用 都要寄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杠成本当中 所以此时 它的初始入账金额是102万 而不是前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1000万 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代方是我们支付出去的钱 还是一共的1052万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来看后续计量 那后续计量 咱们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后续计量时也要考虑究竟原则 我们看看它的总原则 资产负债表示按照公允价值去进行计量 那公允价值的变动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 为啥寄到其他综合收益 划分为什么来着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寄到哪 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注意一下啊 注意它的公允价值变动寄到其他综合收益里头 而整体变动的思路呢 跟前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原理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确认的时候 它的初始入账金额是多少 一千零二万 那接下来告诉你第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此时它的公允价值是一千两百万 好那现在我们看看吧 此时它的公允价值怎么样 涨了吧 那涨了涨多少 注意此时一共涨了一百九十八万 对不对 那现在是公允价值涨了 但公允价值变动寄到其他综合收益 现在是涨了其他综合收益作为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在代方增加注意明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好那这是一百九十八万 那么借方呢 使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使它增加了一百九十八万 注意一下 好再来 接下来到第二个资产负债表日 告诉你此时 它的公允价值变成了一千一百五十万 那现在这样一看 是不是跌了五十万 千万别忘了要考虑就近原则 为啥 因为在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是不是已经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 往上调了一百九十八万 变成一千两百万了 考虑就近原则 那接下来又跌了五十万 那往下减 其他综合收益在借方减少五十万 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它由于公允价值变动 是不是价值减少五十万 在代方减少 那么另外也要注意一下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也是仅看公允价值变动 那么它也是不具体减值的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是持有期间 那再来还有 如果在持有期间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注意啊 是宣告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前头交易性金融资产 做的账务处理一样 我们在借方 寄一个应收鼓励 比如说人家要给咱发十万 那么代方我们确认一个投资收益 注意整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核算 它整个核算从初始取得到现在持有 再到后续给它处置 只有这一个部分会影响到当期损益 是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那实际发的时候 也就是咱实际收到现金鼓励的时候 我们就是借钱增加 借银行存款 但应收鼓励减少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处置的时候 那处置的时候 首先要看出售所得的价款 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我们要寄到留存收益里 那这一块 我刚才在前头给大家讲 所涉及到相关科目的时候 给大家提过了 比如说 我们现在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就把这一笔 我给它卖出去了 那么我取得了多少钱呢 咱不考虑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 也不考虑增值税 那么我们就说 我们一共取得了一千两百万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一下呗 咱们之前 咱们之前已经确认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杠儿成本 最早是多少 是一千零二万 那我需要再带方给它消掉 那公允价值变动有多少呢 你看看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借方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寄了一百九十八万吧 接下来在带方 是不是又减少了五十万 所以它是在借方 一共剩多少余额 是一百四十八万 现在从带方转出 一百四十八万 当然如果它的余额原来在带方 现在就要从借方给它转出 对吧 所以它是可借可贷的 那再来 我是不是就剩下一个差额 我们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你看借方是一千两百万 那带方呢 现在是一千一百五十万 对吧 那是不是在带方还少五十万 还少的这五十万 怎么办 我们说了 应该给它寄到留存收益里 而留存收益包括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那如果题目当中没有单独说 没有说让你按照多少去提盈余公积 我们就默认按照百分之十来 那五十万的百分之十是不是五万 那剩下来的百分之九十是不是四十五万 那四十五万寄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当中 现在注意这个地方 我们是补缺 因为现在是带方少五十 所以我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在带方写 如果反过来是借方少 那么我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就会在借方 所以他俩是可借可贷的 好没完 第二个部分 将原直接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公允价值变动的累计额转出 记入留存收益 那么之前记到其他综合收益的有多少 看看公允价值变动的时候 一开始记到其他综合收益代方 198万 接下来其他综合收益又在借方减少了50万 那么我其他综合收益 一共有多少 是不是就是原来代方198减去借方50 所以是代方148万 我这148万都要给他转出 原来其他综合收益在代方 那现在我就得从借方给他转出来 一共是多少 刚才算的148万 那再来 这148万要转到哪 也要转到留存收益里头 那现在既然其他综合收益在借方 另外一方就是留存收益 照样按照给你的比例去提 如果他没说 那就是按照10%提到盈余攻击里 148万的10%就是14.8万 那剩下来的是148万 减去14.8万的部分 寄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那如果说原来其他综合收益的余额 是在借方的 那他就会从代方转出 那么盈余攻击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就会在借方 对吧 所以我们是根据具体的情况 看他们在借方还是在代方 好 到这里 我给大家说完了交易性金融资产 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账务处理 那您有没有发现 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我们快速的总结一下 首先在初始取得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有差别吧 差别在哪 在于交易费用 那这个交易费用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说 他是不是应该给他寄到投资收益里头 而对于咱们刚才说到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说 交易费用是不是应该给他寄到初始入账的金额当中 对吧 我简单写大家大体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再来是持有期间涉及到公允价值的变动的时候 那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说 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寄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当中 而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说 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应该寄到其他综合收益当中 对吧 再就是涉及到处置时候会有不同的地方 那处置的时候赚了或者是赔了的钱 交易性金融资产都给他寄到投资收益 如果赔了再借房 如果赚了的话 再贷房 且原来公允价值变动 寄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当中的金额 不需要转到投资收益里 而咱们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则不是这样 他在处置的时候赚了或者是赔了的钱 寄到哪 寄到留存收益里头 那留存收益也就是盈余 攻击 还有咱们的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对吧 是寄到留存收益当中 且别忘了把原来在持有期间 公允价值变动 寄到其他综合收益当中的那一部分 也要给他转到留存收益当中 对不对 这是他们两个在做账务处理的时候的相应的联系和区别 那当然也有一样的 比如说在持有期间的时候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是不是账务处理都一样 借应收鼓励 带投资收益 那一样的部分就不多说了 不一样的 大家需要仔细看一下 如果您能够掌握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这道练习题的时候 您就会相对来说轻松一些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2016年的5月6日 假公司支付价款1016万元 告诉你这1016万元里头 包含交易费用1万元 和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鼓励15万 那毫无疑问 这15万我一定要单独给它列到 应收鼓励当中 对吧 而这交易费用1万元 却不一定 因为如果给它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就是咱们的供损股 那我是不是要给它寄到投资收益里 如果说给它划分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就应该寄到初始入账金额里 对吧 好往下看 购入已公司发行的股票200万股 占已公司有表决钱股份的0.5% 那显然是低于20%的 那这一块肯定是不会在咱们的长期股权投资里 那往下 假公司将其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寄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那直接指定了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核算 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进行核算 对吧 好 接下来有相应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2016年到5月10号 假公司收到已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15万 那么我们收到这15万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把原来 借方记的那个应收股利 现在在贷方销掉 对吧 我们贷应收股利 借方收到钱银行存款 再来 涉及到一个公允价值的变动 每股市价是5块2 那之后呢 到了2016年12月31日 假公司仍持有该股票 当日该股票的市价为每股5元 那我们就近原的一看 是不是后头跌了呀 那跌了的话 相应的公允价值的变动 还是记在其他综合收益里头 好 再来 到2017年的5月9日 已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4000万 那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我们就要借应收股利 代投资收益 接下来 2017年的5月13日 假公司收到已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 那我收到了 还是咱们前头说的 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股利减少 好 再来 2017年5月20日 假公司由于特殊原因 以每股4.9元的价格 将股票全部转让 注意啊 这个时候把它给卖出去了 那么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相应的就近原则呀 那我从就近原则的角度上来说 我以每股4.9元的价格给它卖出去 但我上一次确认的时候 每股是按照5元来的 所以此时赔了吧 那你真的给它卖出去了 赚了或者是赔了 我们都是给它记在哪 留存收益里头 千万别忘了 咱们现在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你在给它处置的时候 不仅要看 我给它卖出去时候 赚了或者是赔了多少 还要把之前 由于公允价值变动 寄到其他 其他综合收益当中的金额 再转到留存收益里 对吧 所以咱们一步一步来看账务处理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首先是5月6日购入股票的时候 那购入股票的时候 一共花了一千零 一十六万 其中有15万是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一定单列 寄入应收股利 那另外里头还有一万块钱的交易费用 因为现在不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对吧 那么那相应的交易费用应该寄到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金额当中 所以这一万块钱应该寄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杠成本里面 所以这里是一千零一万 注意一下 那总共支付多少呢 一千零一十六万 所以贷方减少的是银行存款 一千零一十六万 接下来告诉你说 你初始确认的时候 里头不是有15万的应收股利吗 接下来告诉你 咱收到了 那我收到了 我就是借钱增加 贷应收股利减少 因为这钱已经收回来了 好 接下来 第三步 2016年的6月30日 确认股票价格的变动 那么我就不往前翻了啊 所以我把相应的条件都给你放在这了 说在2016年的6月30日的时候 这个股票的市价是多少钱 是每股5.2元 那有谁说 那我们钱他也没有单独去算 他每一股是多少钱啊 那我怎么去比呢 咱们刚才不是已经确认了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初始入账金额是多少吗 是一千零一万 对吧 这是刚才咱们记得 那么一共我们买入的是200万股的股票 是提案当中告诉你的 那现在我们在6月30号的时候 咱持有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那不就用200万股乘以每一股5.2元 那我就可以求出他此时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那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一千零四十万元 对吧 那我看看 一开始是一千零一万 现在公允价是一千零四十万 知道公允价值涨了吧 涨了多少 涨了三十九万 那么现在公允价值是升高了 那我就应该记到其他综合收益的带方 他在带方增加 增加多少 增加三十九万 那借方呢 咱们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也要往上增 那这是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 所以明细科目是公允价值变动 增加了三十九万 接下来第四问 2016年的12月31日 确认股票价格变动 那现在告诉你 现在的市价是每股5元 那你知道咱一共有多少股 一共有两百万股 每股五元乘以两百万股 现在的公允价值是一千万 那你看 咱们最早初始取得的时候是一千零一万 那么上一次6月30号的时候 咱当时是按照每股五块二去确认的 对吧 所以当时确认完了话 应该是一千零四十万 现在又到一千万 那我们说考虑就近原则 所以此时怎么样 公允价值下跌了吧 它是往下走 那跌了多少 跌了四十万 那跌了四十万 我们要把公允价值的变动 寄到其他综合收益 它在借方减少四十万 而咱们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由于公允价值的变动 是不是也要在代方减少四十万 没问题吧 这是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 注意一下啊 它现在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问 2017年的5月9日 确认应收现金鼓励 那么我们快速的回忆一下 刚才提干当中的内容 注意 那此时现在告诉你说 到了5月9日 以公司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四千万 一共发四千万 那四千万都是咱的吗 不是 因为我们只持股0.5% 所以四千万的0.5%是咱的 所以在这里头 我们是四千万乘以0.5% 算出来的这二十万 才是咱们的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借应收鼓励 带投资收益 等到5月13号 切实拿着这个钱的时候 再是借钱增加 带方应收鼓励减少 接下来再看第七 第七个资料 那么第七问 2017年的5月20日 出售股票 告诉你 是以多少钱出售的呀 以每股4.9元的价格出售的 我们一共持有200万股 所以我们一共给他卖得了多少钱 卖得了980万 题目当中没有给你提到其他的相应的交易费用税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都不考虑了 好 所以我们把它卖完了 一共得到的是借银行存款980万 那再来我们现在已经给他卖掉了 所以要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账面价值消掉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首先最早出使入账的成本 他是不会变的 那么之前是1001万 所以现在从贷方消掉 再来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那公允价值变动 这个账户之前的余额在哪一方 有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相应公允价值的变动啊 那他公允价值变动 一开始是借方39万 对吧 之后是贷方40万 那我就知道余额在贷方是多少 是1万 原来余额在贷方 现在就要从借方给它消掉 所以现在是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1万 好 那么我们先不管这个差额 我先判断一下差额在哪一方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那借方现在已知的 一个是980万 一个是1万 对吧 而贷方却有1001万 那我看一眼就知道 是不是差额应该在借方 因为借方少 20万 好 那我就知道 我的差额有20万 而咱们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出售的时候 它的差额应该记在 留存收益里 留存收益有 盈余攻击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题目当中没有单独告诉你 怎么去提盈余攻击的情况下 我们就默认按照10%去提 那差额的20万的10%就是2万 寄到盈余攻击 剩下来的90%18万寄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里头 到这儿结束了吗 没结束 为啥 还要把前面 寄到其他综合收益当中的 公允价值的变动的那一部分 我们也要给它转到 咱们的留存收益里 对吧 那么就看看呗 前头寄到其他综合收益里头的 有多少 首先 一开始在其他综合收益的贷方 寄了一个39万 对吧 接下来在借方又寄了一个40万 那借方40 贷方39 所以余额在借方1万 对吧 原来余额在借方 现在就要从贷方给它出来 所以其他综合收益从贷方出来 是1000万 那去哪了呢 寄到留存收益当中 照样是没有说的情况下 默认按照10% 提入盈余攻击 那就是1000 对吧 那另外的 咱们的相应的这个9000元 剩下来的就寄到利润分配 为分配利润当中就可以了 这是这一道例题 那我们现在再强调一遍 是按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去进行的核算 那您再看 如果我们把刚才的那道例题呀 整体大体的内容不变 但我们给它改成交易性金融资产 再改变个别的条件 我们再来做一遍 您看看您会不会做 如果 假公司根据其管理 以公司股票的业务模式 和以公司股票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以公司的股票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说 给它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且2016年12月31日 以公司股票的市价为美股4.8元 其他资料不变 则假公司应该做无下账务处理 也就是说其他还是按照前头的条件 只不过在2016年底12月31号的时候 确认的美股的价格变了一下 其他都不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照样还是从最早取得开始做账务处理 那最早取得的时候 前头的题目当中告诉你 我们取得时支付的价款是一千零一十六万 那当中包含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它一定是单列的 记录应收股利 再来 还有一万块钱的交易费用 我们反复说 如果现在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那这交易费用我是不是得单列 列到懒儿 列到投资收益里头 记录投资收益的借方 所以最终我们确认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杠成本 它的初始入账金额是一千万元 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咱们前头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不一样 好 再来 2016年5月10号收到现金股利 那么账务处理跟前头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是一样的 收到这十五万 所以是借银行存款增加 带应收股利十五万 接下来 2016年的6月30日 确认股票价格的变动 告诉你每股是5.2元 那一共有多少股来着 一共有两百万股 所以我算完了之后 一共是一千零四十万 而咱们初始入账金额是多少 一千万 一千万 到一千零四十万 是不是涨了 涨了多少 涨了四十万 是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 那这是虚拟的 不是现实的 所以提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注意此时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当中 那现在是往上涨 所以是多了多了 再贷方 四十万 借方 交易性金融资产 由于公允价值变动 增加四十万 第一次问 2016年12月31日 确认股票价格变动 那这个时候 股票的市价为每股四点八元 那我们一共持有两百万股 所以一共是多少 是九百六十万 对吧 最早我们取得的时候 确认的入账金额是一千万 中间涨到了一千零四十万 现在呢 又跌到了九百六十万 那我们要考虑什么 就近原则 那跌了多少 是不是一千零四十减去九十六万 所以跌了八十万 那跌的这八十万 我们要给他记一下 此时是公允价值下降少了借 所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在借方减少 同时 交易性金融资产 由于公允价值的变动 那账面价值是不是也要往下减 八十万 好 注意一下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接下来 2017年的5月9日 确认相应的现金股利 那刚才已经说了 这一步跟前都一样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四千万的现金股利 但是我们只持有0.5%的股份 所以是四千万乘以0.5% 我们确认的是二十万的应收股利 贷方确认投资收益 接下来收到股利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增加 贷应收股利减少 接下来 2017年5月20日 这个时候 咱们是以每股4.9元出售股票 那现在不考虑其他的相关的费用税的情况下 我们一共有200万股 4.9元一股乘以200万股 我们一共取得的是银行存款980万 接下来我们要销掉咱们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吧 首先有它的成本 那么它是不会变的 原来在建方现在从贷方销掉 1000万 再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那么快速看一眼呗 它的公允价值的变动 首先 交易性金融资产 干公允价值变动 现在借方有40万 接下来呢 又在它的贷方 是不是有80万 那么我借贷一销 是不是有一个贷方40万的余额 原来余额在贷方 所以现在我从借方出来40万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我看 有借比有贷 借贷比相等 那借方呢 是980万加上40万 是1020万 而贷方呢 是1000万 那是不是贷方少20万 所以投资收益不在贷方 因为这是切实给它卖出去了 影响到现实的收益 进入投资收益 20万 好 这也表示最终赚了20万 对吧 好 到这里 完没完 完了 有些人说那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不用转出来吗 不用转 千万注意一下这个内容 好 到这里 我要给咱们同学们讲的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们基本的账务处理的内容 就给大家说完了 那我到这儿为止呢 给大家讲解的咱们金融工具的内容 都是按照2019年我们的教材上头的内容为准 给大家讲解的 那么如果说2020年新教材下发之后 我们有一些变化的部分 当然您一定要以咱们基础班次的内容为准 但前期您在预习的时候 达到当前的水准 掌握到这些内容是足够了 好 本讲就到这里 好